在歷史一年的政壇巨變之後 南韓星期二舉行總統大選投票 前總統朴槿惠在他場巨變當中被彈劾並被捕 星期二投票開始前 南韓共同民主黨的前黨領袖文在寅 在支持率領先其他兩名主要的競爭對手 多達20個百分點 文在寅說他揭盡全力完成今次競選活動 他的黨以及他本人背帥一戰全力以赴 他說他們亦感受到南韓人民開望重塑南韓 使得南韓災次成為令人自豪的國家 他說對很多為了實現權力更替 而和他們一起堅持到最後的人表示感謝 在前南韓總統朴槿惠因為貪腐醜聞被迫下台 並在今年3月被捕後 南韓人民呼籲進行總統大選 這種醜聞還使得南韓司法部對三星集團的實際控制人 這個集團的副會長李在榮 以及樂天集團會長新東斌提出控告 身為人權律師的文在寅承諾將會減少政府貪腐 增加創造就業的投入 並提高對富有階層的稅收 他又呼籲與北韓進行更多接觸 其中包括重啟位於北韓境內的聯合工業園區 這個園區自從平壤去年進行第四次核試後關閉 如果文在寅在大選獲勝 他將會是在保守派執掌青亞台十年後 首名贏得總統職位的自由派人士